道场嘉宾有内蒙古伊利集团副总裁张义鹏先生 力胜体育董事会密服顾小江先生 应宇宙集团执行总编辑黄琴女士 小牛电动市场营销负责人应东霞女士 元气森林首席创意官陈一兴先生 还有白小涕品牌负责人邱雪女士 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到来 好那我提出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先短短场 请各位嘉宾啊 看看轮流对这个问题表达一些看法 全球经济确实处在一个逆周期中 有走向封闭的 也有像我们国家这样坚持着全球大市场 坚持着开放 很多行业也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 陷入了一些困局 那么我们我想请各位嘉宾 我们思考了一下 我们所处的行业现状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在现在的发展状况下 我们的企业又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吗 那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视频顺序 请我们这个应宇宙 应宇宙的黄总先发言好不好 谢谢 好的好的 大家好 那是这样的 在这个全球这个经济 逆周期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 我认为就是目前我所我所处的这些互联网行业的话 我是觉得是处在一个缓慢的增长期 也叫是转型期吧 主要是有以下面几个特征 首先是绝大多数的互联网赛道 都是接近饱和了 西分赛道是足够的完善 比如说像我们我们集团吧 其实在最开始是做我们的这个直播赛道 那之后呢我们也是在一直在转型 我们觉得就是每一个细分赛道 其实都有足够的一个发展机会 所以我们对于每个细分赛道 我们都会有我们自己的社交产品的一个布局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下面 我们也看到这个虽然细分赛道足够的完善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流量获取的这个成本 也是越来越高了 另外就是这个整个一个市场的不确定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在增强的 那我们大多数的企业都是在采取 就是目前阶段的话 我们来看都是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 开源节流嘛 然后也将本增效谨慎的扩张和投资 那么其实在我们集团看来的话 目前出海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会想把我们的这种社交产品的应用的话 会把它扩展到海外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从海外大的市场来看 技术的话 美国在互联网技术上面肯定是比较强的 但是他们不太会去做这种产品运营侧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这种经营或者是深耕 那就是中国的很多产品 它是在侧重于就是我们的运营和经细化运营 那么我们也是打算以后会开拓这种外地 就是海外的一些本土的市场 根据就是每个地域不同的特点 我们会去生产或者是去发掘他们的特性 去做适合他们特别深入的这种 深入到本土化的这种社交的产品 另外国内都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 我们也是发现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 2021年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就是99.7%了 所以互联网作为工具性平台 已经融入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来看的话 其实目前国内市场虽然它的这个 气氛赛道足够的完善 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广阔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机遇是出现了 比如说我们今年也整个集团也向元宇宙在转型 那么元宇宙的新兴的技术呢 也将为我们的下一代的互联网升级转型 打开新的大门 那我们也有做了充足的准备 去迎接这样的一些新的机遇和契机 谢谢黄总 这个黄总讲到了有一些痛点 可能我们是共识啊 那就是流量成本确实国内太高了 因为我们在孵化农村的这个本色主播 在这方面是确实有些累 但是呢 英宇宙找到了自己若干个突破口 元宇宙之门 还有我们海外赛道 那么以后有时间 一会儿有时间还可以请黄金总 再讲一讲海外赛道 有很多人有兴趣 那么下面 下面请白小剔的品牌负责人 休学主 看看能不能讲一讲你所在的行业 大午好大家 因为我是刚刚羊 所以我的嗓子可能是稍稍有一点不耐听 大家见谅 是这样 整个服装赛道呢 其实整个在2021年到2022年 受困最大的 还是我们市场需求当中的社交场合 它逐渐减少 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呢 其实是快递 是物流 因为我们是一个完全互联网化的品牌 虽然我们现在有拓展 我们自己的线下店 但是也是从品牌形象出发的 那么在这个维度上的话 这是我们自己受困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展望2023的话 其实在整个疫情展开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 当然了 现在快递确实是全面贪婪的一个状态 但我想整个疫情平台化之后呢 常态化之后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在里面 那说回来 服装行业 我觉得在整个疫情之后 会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 是说应该是在五年前 大家会说消费动机这个词 那这几年的话 你会发现至少在服装行业 尤其我们做男装市场比较深一点 然后又是垂泪赛道 我会有发现 大家对于服装的这个消费动机 已经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日常刚需 它的整个用户受疫情影响 再加上经济的缓和发展 应该说经济不在高速发展情况下 大家的这种购买力 或者说它购买钱的这样的思考维度 会更踏实一些 我喜欢用这个踏实的词 就是说它参考的几个维度 会从这个东西的性价比是不是够高 它品牌倡导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和我的理念相近 所以可能在我们的思考下 整个2023 会有一个品牌的小型的一个收缩 我们可能会尽量让白小提 垂于整个积蓄品类 然后呢 在其他的搭乘环节的话 让我们的整个销售或者营收环节 去在我们的私域闭环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 我们讲一个对策 也不是都是激流涌进 我们该说说 也应该面对自己的所在的行业市场环境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对策 那么我们下面请小牛电动的应东辖走 好的 好 谢谢主持人 我简单介绍一下小牛所处的一个行业吧 首先呢 我说小牛电动呢 是成立于2014年 我们是一家智能城市出行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所以呢 小牛所处的行业呢 应该是属于叫交通出行行业 那更准确的说呢 是个人出行行业 那这个行业的话呢 每年啊 大概在中国来看啊 大概有4000多万辆左右的这么一个新增的市场规模 那我们会看到说整个中国使用两轮车出行的大概是超过两亿人 那如果我们放眼全球来看 我们会可以看到东南亚和南亚的市场 每年大概是3000到4000万辆的这么一个燃油摩托车的这个需求 存量市场差不多也是这样 还有欧洲 北美 南美 他们有燃油摩托车 有助力自行车 加在一起的话呢 差不多也有接近2000万辆的这么一个需求 所以说全球来看 大概有接近 也是接近差不多两亿人 除了中国之外 也有这么一个 是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说两轮出行的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因为两轮呢 我们觉得是可以解决日常的这种点到点通勤的 这么一个短距离出行 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工具 所以呢 我们通常讲的两轮车 应该是包括了两轮燃油车和两轮电动车 所以我们统称为叫两轮动力车 那其实在全球双碳的这个大环 环境下呢 整个两轮动力车行业呢 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市场呢 都在经历一个叫油转电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趋势呢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认为还是会持续的 那么就这个两轮电动车而言 首先我们从这个电池的这个迭代技术来看 我们会发现呢 两轮电动车理电化是一个趋势 那事实上呢 在当前的两轮电动车市场来看呢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电池呢 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叫千酸电池 一种叫锂电池 那么其中这个千酸电池呢 因为它的工业化的时间会比较早一些 商用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那技术呢相对成熟 然后呢在整个两轮电动车的领域呢 是被广泛应用的 在2018年以前 市面上的这个两轮电动车 基本上90%以上都是用的这个千酸电池 但是呢因为这个千酸电池呢 它的这个重量比较大 但容量呢有限 而且寿命呢会比较短 同时呢我们会觉得 是对这个环境啊 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污染 但是呢相比之下 锂电池呢就会显得的 这个经济适用性就会更高一些 所以呢国家呢 在2018年的时候呢 就出台了一个叫电动车新国标 那么我们会发现 2018年以后 锂电池相关的企业的 年度注册的增长率呢 就明显高于这个千酸电池 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市面上主要的这些品牌 发布的这个新的车型理念 锂电的配比呢超过了50% 我们就可以理解 三年锂电就翻了五倍 但是呢今年呢 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会发现说 国内市场由于这个锂电电池的成本在上涨 我们看到呢 锂电池这个渗透率的这个提升呢 可能会趋缓 但是呢我认为 未来的市场呢会趋于稳定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 这个两轮电动车在中国市场来看啊 就这个智能化的转型呢 还是属于这个初期 整个智能锂电的比例呢 只有5%到10%左右 所以说这个智能化 在锂电这个 这个电动车 两轮电动车这个行业里面来看的话呢 它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呢 还是很大的 另外呢我刚刚也提到了说 2018年颁布了一个电动车的新国标 那么新国标呢 对于这个企业的这个自主研发的能力呢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所以说我们会觉得说 新国标之后呢 整个行业呢 会经历三个三个周期 第一个呢 就是短暂的一个停滞期 因为大家都还在观望说 什么样的技术 能够满足新国标 这个时期很短暂 那这个时期过了之后呢 就会进入三年左右的爆发期 以及后续的一个平稳期 基本上呢 从2019年的下半年开始 整个两轮电动车的市场呢 就逐步回暖啊 然后呢 电动车企业呢 就开始纷纷的推出一些符合新国标的产品 那再加上呢 各地的这个过渡去的政策呢 基本也明确了 零售市场呢 也开始活跃了起来 然后呢 整个市场的换购潮呢 也开启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啊 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大厂家 就会抢占了整个市场的红利 但是对于一些没有这个自主研发能力的 可能这些企业呢 受的打击就会比较大 我们就会发现呢 部分的两个电动车实际在中国市场来看啊 基本上就有些销售匿迹了 而且呢 这个低端市场 或者是说是这种低价位的市场呢 就会进行一些整合 那高端市场呢 还在蓬勃的发展 那所以整个市场份呢 那就开始向头部 还有新势力来集中 所以说整个行业来发展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 整个的这种供给侧的结构性的改革呢 让电动车从草根 向高端逐步在转化 大概是整个行业的现状吧 好的 我觉得我们应总说得非常好 而且也提到了我们国家 在最近十来年 一直提到的供给侧改革 一会儿还有问题会问你 比如说 锂电 这个卡会不会卡脖子 智能化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下面先请 力胜体育的顾总 顾小江顾总 来为我们讲一讲所在的行业 谢谢 好的 谢谢韩总 谢谢主持人 我来自力胜体育 我们力胜体育呢 其实是一家在深交所的挂牌的一家上市公司 股票的简称叫力胜体育 那么公司的全称呢 是叫力胜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公司呢 是成立于这个2002年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 成功的IPO了 那么其实整个体育行业呢 是有几个 我分两块来讲吧 因为体育行业呢 在我看来大致的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 其实是竞技体育 就是我们说的奥运会啊 我们说的这个世界杯啊 这些竞技类的比赛 还有一类体育呢 其实它是指在国内呢 我们叫全民健身 它是指每一个百姓日常的这些运动 那么这两块呢 都构成整个体育的这个市场 那么体育市场呢 在国内呢 其实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地大物博 地广人也多 所以呢体育呢 呈现为就是非常分散 市场非常分散 非常的在全国各地 有不一样的特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体育 尤其在全民健身这个赛道呢 很难形成特别大的 这么一个经济体 或者很难形成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大的公司出现 但是呢 现在最近几年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机会 就是科技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呢 随着数字化的推广 这个移动互联网 在这个全国的这个成熟 以及现在逐渐进入到 Web3.0的这个阶段 其实我们有机会 把日常健身 日常运动的人群 把它统一到一个平台上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其实就可以跨越地域 跨越时间 来把经常运动的人群 这个人群放在一起 来给他提供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人群有多少人呢 根据国家的这个体育十四五规划 其实这个人群 要达到38.5% 就是说日常 每周经常运动的人 运动量中等 这样的强度的人 要占到38.5% 这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如果把它能统一在某一个平台上 它将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商业价值 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说 如何把体育非常分散的一个情况 这个现状 能把它集中 形成大的商业的机会 是这样一个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基础突破 带来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其实公司在去年 也做了一些变化 我们吸纳了 来自于互联网公司的 这个数字化的团队 我们在打造一个数字体育的平台 那么在今年 这个公司进一步的 在未来的发展战略上 做了一些思考 那么我们觉得 在全民健身 我们是以数字化为抓手来突破 那么在竞技体育这个环节 我们在想 说什么样的赛事 什么样的IP在中国 会更受欢迎 这个方面 我们也在做一些思考 基于我们现有的 这个赛事的成功的经验 我们也想做一些跨界的突破 来承办更多的体育赛事 这是公司的一些思考 整体来说 公司的战略 可以归为八个字 一个叫IP引领 数字驱动 这是公司发展的 这么一个战略指引 那么公司也是从 在疫情期间痛定思痛 正式决定 进入着大的体育赛道 这个领域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顾总 我们下面 请元气森林的 陈一新陈总 好 谢谢您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们所处的赛道 是饮料行业赛道 这个赛道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 卷的一个赛道 因为这个赛道 在我们这个元气森林 出来之前 其实有前面有很多的 国际和国内的一些 大品牌 知名品牌 都在我们前面 而我们之所以能够 在这个行业里 生存下来 脱颖而出 其实我们还是 去洞察了很多 最重要的点 就是用户的需求 而且我们是在2016年 成立的公司 到今年是6年 我们还是一家 很小的 那个崭新的公司 其实我们最开始 做元气森林的初衷 是什么呢 就想做健康 好喝的饮料 这是我们 整个公司的一个初衷 而近三年的疫情呢 也会让更多的消费者 来关注到健康 这件事情 所以跟我们公司 开始定的这个战略目标 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我们的产品 在这个整个的消费市场 和这个消费者认知当中 非常的有认同感 因为大家呢 更多的关注到自己的健康 像在我们之前 有很多的公司 都做过这个灵糖的饮料 但是呢 元气森林是第一家 提出这个灵糖灵质灵卡的 这个也是因为我们 发现到了这个 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原料 就是这个赤眼糖醇 这赤眼糖醇其实是在本身 原来在这个中国 已经发明出来很久了 但是没有人使用这个代糖 但是我们决定 启用这个代糖呢 首先是因为这个代糖 非常的好 它是纯天然的 其次呢 这个代糖的成本 实际上是 原来普通代糖的50倍 对于一家崭新的企业 敢去用这样的这个成本 去做创新呢 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 整个公司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 对于用户关注的一个理念 所以这个整个在这个行业 现在在疫情之下 这个整个行业呢 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些 逆的逆增长 而我们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逆势的增长 就是在我们 今年9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饮料 都已经成倍的 销售额提升了 整体的行业 确实是可能需要 有更多的创新 去激发整个行业 来去复苏 好的 非常看到一个 听到一个好消息啊 那就是饮料行业 实在成倍增长 实在增长 并且元气森林 在9月份增长 幅度能够达到一倍 有点像我们白酒 好像疫情间 大家总是要喝点什么 那我们有请 一例吉祥的张总 张总很对不起 因为您上线晚了 所以让您在这里 久等了 请我们张总 看看对于行业 看看以及你的企业 有什么对大家介绍的 谢谢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这个首先是上线晚了 而且现在 的确是特殊的环境之下 大家也都面对各种挑战啊 好在我们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 和大家一起连线交流 也抱歉能够用特殊的方式 希望不会影响大会的质量啊 那我就简单的把我们的行业情况 做个简单的汇报啊 那首先呢 乳液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那中国的乳液目前呢 现在正处于一个由大到强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 应该说整整个的中国乳液的 这个综合实力啊 是在稳步的增强 而且呢 市场的规模呢 也是在不断的在持续的扩大 那么以伊利为例啊 那中国的乳液呢 现在应该说是 进入了一个高品质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阶段 那目前呢 伊利呢 已经步入了这样千亿的 这样一个时代啊 那实际上从我们整个行业发展来看啊 有三个基本的特征吧 第一个特征呢 我想呢 就是一个全链条的 品质化的 这样加速透明的这样一个特征 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 奶业振兴啊 是国家去推动和提倡的 那奶业振兴呢 推动了整个的行业的品质的升级 那么乳液企业呢 也纷纷加速 整个全链条的质量的管控 应该说 从奶源到消费端 都实现了信息的可追溯 全程可见 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的品质 在品在产品上 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第二呢 我想呢 就是一个品类的问题哈 那就是说 现在整个的乳制品的品类 应该在不断的在扩大 那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源于消费者 对于品质的需求 其实呢 消费者对于品质的需求呢 我们可以归结为 多元化或者是个性化 但不管是多元化 还是个性化 都是对于源于健康 和营养的这种需求 那也就是 由于这个原因啊 那所有的乳品企业 也加速了自己产品迭代的这个周期 不断的推陈出新 那么应该说 更多的品类呢 在市场上出现 也建立了一个全品类发展的 这样一个业务的格局 这是第二个特点 那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 全场景的这个消费 更加融合化 那么 中央基金工作会议呢 也提出了 对于拉动消费的 这样一个安排 也提到了 关于多场景打造 推动消费的 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么受疫情影响啊 其实 线上啊 线下的业务的融合 也更加加剧 包括这个直播带货呀 社群的电商啊 等新场景 新渠道 也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所以说呢 就是全场景 特别是全年龄周期的 各品类的消费 也在不断的融合和加剧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的行业啊 就受这个品质的透明化 业务的全品类的 这种加剧 和全场景的融合 这么三个特点 好 我简要说这些 谢谢 好 谢谢张总 我虽然是主持人啊 当时我也代表了一个行业 那就是我们的传播 传播这个词呢 实际上特别的大 我不能代表整个行业 发表什么的意见啊 因为在它之上 就已经是我们的营销了 在它之下 我们可以慢慢的缩小到 广告 媒体 那么媒体呢 在这几年又有了 这个所谓的传统媒体 新媒体之分 虽然这个界限 慢慢的慢慢的 现在再融合 那么 在整个行业呢 这三年的冬天 大多数的 更偏传统 线下的媒体 可能受的打击 更大一些 原因在于 我们这些偏传统的媒体 它对于 时效的转化 时效的观察 以及 它因为传统 依赖于传统的概念 叫做流量 依赖的多了一些 所以整个行业 有时之时呢 也一直在变革 包括我们公司 那跟大家可以分享的 大概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因为一直是 走在比较创新 和自我变革之前的 这个在我们户外行业领域里 对我们的认可是很高的 那我们在这个会上 我简单提两点 那么对于整个传播行业 可能都是一个趋势 一个趋势呢 其中之一呢 就是我们要更务实 我们的客户 无论是B端 还是为B端去考虑 我们的Z端 在需求什么 其实很简单 现在越来越看重 所谓的时效 就是营销转化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应该整个行业 慢慢的把 虚的流量 很可能有一场直播 微观上百万 但是有多少人会花钱买一个 我们都不用说太贵 买一个六百七百的东西 现在都很难 那么这些流量的关注 实际上应该慢慢转化成 消费力关注 无论流量大小 我进入直播间也好 我在线下总能 在商圈所能覆盖的人群也好 它的总消费力有多少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行业 慢慢在变革中要 要更加一起关注 另外一点呢 我们现在有融合营销的概念 那么像我们公司提出呢 融合营销是由六个维度组成 这个可能也会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突破口和出路 那么我们所说的六个维度 就包括了营销和品牌和销售 这个维度思考 线上和线下的思考 媒体和活动的思考 硬广和背后的背景故事的思考 广告本身和公关 所起到的不同作用的结合和思考 以及深度来考虑 企业本身 以及企业的产品 所在的产品周期 那么这是第六个维度 实际上就是时间维度 可能行业要更好的和各位营销的大师 营销专家和企业 有更深度的结合 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弊端 做出应有的贡献来 而不能像以前一样粗放的 说我们机场客流覆盖多少 好像就应该投广告了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 我觉得是趋势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 对自己的行业和企业在行业中的 所在的地位做出了一个描述 因为我们是一个和训的 这个我们叫论坛平台 是一个宏观经济 都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 那么稍微微观一点 因为我们的论坛毕竟是在讲 我们怎么用创新实现突围 所以下一轮我们想讲一讲 怎么用创新各个企业的 我们都是行业的从铺企业了 我们用创新实现突围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换一个顺序 我们想先请我们后三位的男兵先讲 好吧 这个百难题先留给我们男士 那么我们先请力胜体育的副总 看看我们在企业创新方面 有什么对大家分享的 谢谢 好的谢谢 出到创新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维度 有一些感触可以跟大家分享 首先在一座一家上市公司 在资本的层面 其实我们是有蛮大的突破 不知道算不算创新 但我认为至少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过往公司一直是以经营某一项赛事 具体的说就是赛车赛事 这么一个业务 围绕着车围绕着赛事 就做了20年 那么在17年实现了上市 那么上市之后 这个业务依然是在蓬勃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汽车工业 一直在持续的发展 到了2019年 这个汽车工业达到了传统汽车工业 我们说燃油机的这个非电动车的这个汽车 在2019年呢 达到了一个顶峰 那么也是在疫情之前 那么这个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 心心相同的这么一个状态 可是呢 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 还是很很大的这个 勇气和步伐向前去推进 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 随着这个国家政策的这个出台 鼓励全民健身 鼓励数字体育 鼓励青少年体育 这么一个策略的这个推动下 所以公司也是大胆的 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团队 引入了互联网 这个从互联网公司 引入了几位高管 以及他的核心团队 来加入到公司 那这样呢 使得公司的整个赛事运营能力 就从这个传统的陆军 变成了这个海陆空的 这么立体的这么一个传播的能力 同时呢 公司也参股了这个跃动圈 这个APP 作为全民健身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平台 那么公司把它拿过来 用来这个承载越来越多的 日常健身的这么一个人群 也覆盖面呢 从这个传统的一个核心的一线城市的运动人群 向更下沉的二三四线城市去覆盖 所以在资本层面 其实公司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做了很大的突破 那么我认为这个一点是 在体育行业比较少有的这么一个魄力 在技术层面 那么其实在今年十一月份 在刚刚过去的这么一个月份里面 在赛车赛事的这么一个转播的 这么一件事情上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赛事 过往在央视五套啊 在现在的抖音平台啊 等等这样核心的主流的传播平台上 其实都有常规的赛事的转播和直播 那么在上一场赛事 在澳门这个赛事里面呢 我们开始尝试用VR的这个设备 就是头戴显示器的这个VR的设备 去录制赛车的赛事 那么现在的技术原因还不能实现直播 但是我们在尝试做一些录播 那这个呢就是可以 大家知道360度的这样的摄像头呢 可以更好的还原赛事本身 那么也会给很多在赛车现场 就是的观众呢 可以看一下赛车内部 是一个怎么样的视角 赛车手是一个怎么样的视角 那么赛车在碰撞超车 以及在翻车的时候 那么在赛车内部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利用 今年这个头戴显示器的这个 频繁的发布啊 市场占有力的持续的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我们也把它和传统的体育赛事做一个结合 用这样新的传媒的手段 新的硬件设备 更好的还原这个赛事现场的气氛 更好的能提供更多的视角 在电视媒体上无法呈现的一些视角 来呈现给这个体育爱好者 那这也是我们在技术层面的一个突破 那我想先分享这两点 一个是在资本上的突破 一个是在利用先进的技术上做的一些突破 谢谢 非常好 顾总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结合了这个互联网的团队和相应的技术以后 就由陆军变成了海陆空三军齐全的一支大部队了 那我们打乱一下顺序 我们请伊利集团张总讲一讲 因为伊利集团在我事先阅读的一个资料里 是很了不起的 伊利全球专利的申请总数 在2021年 全球专利申请总数和发明申请总量 位居2021年世界乳业石墙 全球乳业石墙的第二名 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一个数字 和这个排位 那么看看张总在这方面 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分享和指示 指引 好 谢谢主帅 提到创新这个话题 实际上 昨天的中央经营工作会议 也提出了一个 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我想 那乳业呢 跟其他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在于 或者说行业的特性在于 它是横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 那么跨度也比较大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些 发明专利的这些数量和行业的一个排名 我觉得不管我们有一些成就 但我觉得一直在路上 那对于我们来讲 创新并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 我们要面对的创新工作 是覆盖整个全产业链的 那么就包括了 牧草的种植 奶牛的养殖 然后是工业化的生产 也包括了我们营销 整个的消费洞察 这是覆盖一二三产业的 所以说这是可能 由行业特性 所决定的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你比如说 在前端的养牛这个事情来说 那奶牛的养殖 大家在中国人看来 可能奶牛养殖是个粗活 比较粗发 但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机悦化 非常精细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首先解决的是 奶牛的营养健康的问题 因为奶牛的营养健康的问题 解决了才有更营养 更健康的牛奶 那我们现在的整个奶牛养殖 实际上已经进行了数字化的迭代 也就是说 我们从奶牛养殖的过去的人为经验 已经变成了数字化的完生 每一头牛 每一群牛的整个的健康状况 采食量 每天的产奶量 它的社交情绪变化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APP 来观察得到 那从生产环节来说 其实我们的智慧工厂 很少有人来去操作 只是在中控室里边 有几个人来完成整个生产的管控 包括所有质量和营养指标的管控 这都是由几个人在电脑前来实现的 那整个的生产过程中是看不到人的 那再说我们的消费 那么对于消费者的消费洞察 我们是全网数据我们覆盖了90%以上 那么不断的去了解我们的消费的需求和潜在需求 用我们董事长的话说 就是我们要捕捉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要做消费者的真爱粉丝 那我们就要像追逐明星一样 要了解消费者的喜好 要了解消费者的营养健康的需求 甚至我们比消费者本人还要了解消费者 与此同时呢 还要了解消费者 不同的消费者群体的 不同场景之下的消费需求和具体的服务是什么 所以说我们 我觉得创新呢 是在全产业链 无处不在的 那么伊利集团呢 在全球的创新中心有15个啊 遍布了这个大洋洲 亚洲 欧洲 美洲 那么伊利集团 这个在这个全的全链路上的数字化转型呢 也进入的比较早 也是全这个整个行业当中 在数字化转型 特别是有自己原创的技术团队的一家第一家企业 那我们现在正在全链路的去做数字化的转型 去做全链路的数字化业务的孪生 以便于和我们内部外部的相关方达成更好的高效协同 达到这个互相的认同 互相的协作这样一个目的 其实反而在乳业 而且越跨越大领域 涉及越多的这个行业里边 那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就越大 数字化转型 那我想呢 更专业 更为关键的就是 并不是 就是我们数字化技术 而是数字化应用的场景和领域 那么我想乳业为数字化技术提供了更广域的这个空间 那也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想想用到数字化技术 对我们业务发展 对于服务消费者 这样带来的更多的便利 所以我想在乳业 还有更多的创新的空间 还有更多的数字化转型的机会 当然 不管怎样去变 但我们基于消费者需求 基于生命健康的研究 来满足更多的营养健康的需求 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 这是永远的根基 谢谢 谢谢张总 这个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是 没有想到数字化 因为张总提到有一点 牛健康 我们才能有好牛呢 这个让我很放心 但是没想到为了牛的健康 我们的数字化进程 只可以监测到牛的社交过程 我想象中就是 两个母牛是好朋友 把他们放到一起更好一些 对吧 有一个人想要搞点社交活动 有一只牛 那么可能今天让他 就不要进来产奶了 让他出去玩好 当然这是翻开玩笑 那我们先那边 有请三位女士 我也把顺序打乱一下 我们先有请小牛电动车的 应总来看看 我们小牛电动在创新领域 特别是刚才你已经提到的 智能 我们这个智能应用 和用户之间的这个交互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还没有缺乏想象力 谢谢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刚才听几位讲 我非常的认同 创新一定是驱动增长 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两个电动车市场呢 非常大 容量非常大 但是市场的竞争呢 其实非常的激烈的 那小牛作为这个行业的新锐品牌 我们要在这个竞争中脱颖而出 创新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小牛呢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成立于2014年 经过了八年的时间 我们整个打造品牌的过程呢 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其实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切入吧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创新性的产品 第二个呢 是创新性的营销模式 第三个呢 就是有创新性的这种销售渠道 怎么来讲呢 我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呢 我先讲讲这个创新性的产品 其实在小牛推出产品之前 我们都知道两轮电动车 给人的印象呢 就是相乱差 是低收入人群的一个交通工具 或者是外卖快递员的生产工具 但是呢 小牛我们洞察到了一个点 就是两轮出行 可能不仅仅是一个通勤工具 而应该是代表的一种 全新的生活方式 首先呢 有一部分人 他可能原本呢 是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的环保人士 还有或者是私家车出行的 这些部分消费者 因为不能够忍受这个交通拥堵 不愿意在上下班的高峰区 去骑公交 去骑地铁 转而拥抱两轮出行 那对于这部分的高端和中高端的用户 如何去深度理解用户的需求 为消费者提供便捷 更环保的城市出行工具 把先进的技术啊 和实用的功能 配以超出预期值的外观设计 输出给用户 这就是一个新的机会点 其次呢 我们还洞察到 现在的年轻消费者呢 对于产品的需求呢 已经不再局限于产品功能属性本身 而是更加关注于品牌 或者是产品所表达的这种态度 以及生活方式 是不是可以与它达到精神层面的共鸣 是不是可以满足自己的个性化的需求 所以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发现 电动自行车呢 正在从最初的一个价格上 逐渐变成了注重品牌 和产品争执体验的高端之战 而这些呢 新的需求就正好是 小牛产品创新的一个机会点 所以呢 小牛一开始呢 就从设计和科技 为两轮电动车赋能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切入点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智能化 理电化 品牌化的概念 带入两轮电动车这么一个行业 那从2015年 小牛推出的第一款产品 叫NES 之后的每一年 我们都会推出新的产品 从电动自行车 到电动摩托车 到电动滑板车 电动助力自行车 完成了整个城市个人出行的 这个全场 其行场景这么一个覆盖 这里呢 就特别提到了我们几个 比较有意思的技术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瑞电的 这个AI级的动力的理电系统 这个呢 我们是开创了一个 行业的一个先河 可以讲说 小牛开创了一个 智能理电电动车 这么一个新的品类 在小牛之前呢 是没有这个品类的 那我们也是首先呢 把这个全球首家 把这个两轮出行工具呢 带入这个万物互联的 这种一时代 我们讲到牛的这个 IoT的这个科技 我们把这个车辆呢 和APP时刻的 保持这么一个连接 那这些车辆的信息呢 就是可以完全掌握在 这个就是我们的用户手中 另外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牛的 Big Data的这么一个技术 我们会通过数据的 这个深度融合 和先进的分析模式 科学的优化我们的车辆 还有我们的这个智能服务 来提升这个用户体验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技术 叫New的这个Fleet 我们把这个应用呢 应用到我们的这个 租赁和共享里面去 这个呢 在海外会比较多一些 就是我们的租赁共享啊 还有在新零售啊 等等这个行业里面 去提供一些 企业节的这个服务方案 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商业伙伴 来快速的增长 这个呢 是我们在智能方面的 一些创新 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会用设计 来重新定义这个行业标准 刚才讲到了 在小牛出现以前 两轮电动车给呢 这个印象就是脏乱差 那小牛出现以后呢 我们将整个这个行业里面的 这个电动车呢 做了一次 几个外观的一个升级 小牛的每一款的车型呢 我们都会优先的考虑 如何照顾到更多人 这么一个用户需求 来满足这个多场景的 这么一个使用 就是让大家来觉得说 哎 这个车呢 能代表我的个性 能代表我的审美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 小牛推出的有两款产品 叫MQI和UQI 这两款产品是 近20年内 整个两轮出行行业里面 为二的 获得了全球 七项设计大展的出行产品 这个呢 在整个电动车行业里面来说 还没有 至今没有人能够 打破这么一个记录吧 这个呢 是第一个方面 在产品方面的一个创新 第二个创新点呢 就是我们在营销模式上的 一个创新 小牛的营销呢 主要是维尔在三个方面来做的 一个呢 就是刚才讲的产品营销 第二个呢 是内容营销 第三个呢 是用户营销 那对于产品营销来说呢 我们也是第一个呢 把这个新品发布会 带入我们这个两轮电动车行业里面来的 我们不仅是做 在国内做发布会 我们也会去到海外 我们曾经呢 把我们的发布会呢 开到了这个巴黎卢浮宫 我们把这个就是科技跟艺术 来相结合 在卢浮宫也是 迄今为止应该是 我们首先第一家 在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艺术电堂 来开发布会的这么一个品牌公司 同时呢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发布会呢 开到这个美国的CES展上去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整个行业里面的一个 叫产品营销方面的一个创新吧 另外呢 在内容营销方面的话 我们现在也是做一个全平台的 这么一个内容营销的一个矩阵 大家熟悉的这个抖音 快手 小红书 微博 微信等等 我们会把整个的公寓和私域营销 做一个结合 同时呢 我们也会做一个跨界营销 包括我们现在每一年推出的新景呢 我们都会跟一些行业里面的 知名品牌来做合作 比如说我们推出了这个 麦凯伦的合作款 高达的合作款 还有我们今年做的雷蛇的合作款 以及这个意大利的一个知名品牌 像DCL的这么一个合作款 我们每年的新品呢 都会跟这种大型的 这种品牌公司来合作 就是我们的整个品牌精神 如果能够match到一起 那么我们就会做这样的合作 而这个合作呢 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商务谈判的过程 而是一个相互欣赏 相互赋能的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呢 我们在营销方面呢 我们也强调这个本地化的营销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小牛呢 也做海外 我们认为呢 这个全球化呢 就等于本地化 我们会做一些 适合当地文化的 这么一个营销模式 包括我们的这个营销团队呢 都是完全本地化的 比如说我们的欧洲 欧洲团队 我们的北美团队 都是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来做一些本土化的营销 这个呢 是营销方面的创新 另外呢 我们还有在用户运营方面 我们也有一些创新 就是在小牛之前呢 这个电动车 这么一个行业里面 基本上是没有圈层的 而小牛呢 一直倡导说 出行不等于通勤的 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就会把这个 电动车的骑行呢 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和小牛的这个 三百万的牛油一起 我们把我们的用户 叫做我们的牛油 我们去集结属于 小牛的这么一个骑行文化 包括说我们建立了 这个线上线下的 牛的这个俱乐部 还有这个牛的社区 然后我们的这个牛油们 会骑着小牛 去做他们的长途骑行 去环游中国 也会做一些 这种线上的寻宝活动 一些跟环保相关的联盟活动 包括现在我们正在做的 这个世界杯的竞猜等等 我们也都在做 这个呢 是我们在营销模式上 做的一些创新 当然在这个销售渠道上面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的实践 比如在国内 我们从2015年 就是发布我们的 第一款新车开始呢 我们就把两轮电动车呢 带到了线上 这个呢 在2015年以前呢 基本上这个行业里面 是没有这个 两轮车在线上销售的 我们的第一款车呢 我们就放到了京东上 我们做了一个众筹 在迄今为止呢 这个我们众筹的 这个7200万 现在还没有人打破 就是在大家消费者 还没有看到车的情况下 就开始在网上来 众筹小牛这个电动车 同时呢 我们最先呢 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 天猫京东上 我们也开了 我们这个一个线上平台 但是呢 我们知道电动车的 这个销售的 不能够完全在线上 因为它有大量 这种售货服务 所以呢 我们从2015年 16年开始吧 我们也在开拓 我们的线下渠道 现在我们在中国市场的话呢 244个城市里面呢 我们有3300多家 这个体验店 同时呢 我们也打通了一个 O2O的模式 我们的用户呢 可以在线上下单 同时呢 也可以去我们的线下门店 去享受这种 更好的产品体验 和服务体验 另外呢 我们在海外呢 这个销售模式呢 也有一些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从2016年的时候呢 我们进入欧洲市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采用这种 刚才讲到了这种 产品形态的本地化 同时呢 我们也在探索 运营模式的本地化 还有营销渠道的本地化 那么截止到2022年的Q3 就是刚刚过去的一个 这个季报吧 我们已经有53家的 这个经销商覆盖了 53家的经销商覆盖了 52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现在在全球呢 除中国以外 我们有超过180家的 旗舰店和专卖店 以及1100多家 这种授权经销商 同时呢 我们从2021年开始呢 我们也开拓了 我们的线上渠道 海外的线上渠道 包括亚马逊 苏迈通等等电商平台 另外呢 我们在也进入了 欧洲和美国的 这么一些 消费电子品的一些商店 比如说这个欧洲最大的 这个零售商 MediaMark 或者是这个美国最大的 这个零售商 Tripe Spy等等 所以说呢 整个小牛在创新方面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 我们的产品创新 还有我们的营销模式创新 以及是这个销售渠道的创新 这几个点来 打破我们的这个竞争 进入我们这个行业的 谢谢 小牛的在三个里面的创新 导致我们的时间更加紧张了 当然我们也很高兴看到 小牛和我们这个 伊利张总那边的牛 都一样很重视社交 那么下面 我们就有请 白小T的邱总 跟我们分享 谢谢 好 白小T其实是一个 创新起家的品牌 那我就缩减一点时间 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下 我们在创新领域的几个思考 和一些实战经验吧 第一个呢 其实也是产品 真正的产品创新 我想在整个社会驱动当中 是适应时代的 适应一些需求的 那第一个呢 就是大家知道 2020Q3季度的话 整个服装行业 功能性服装的上升率 还是在83% 销售业绩 所以其实整个市场行业当中 尤其是男性市场 对于服装的功能 和硬性需求 会有越来越精准的舒适性 那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有了解到 也有观察到 对于男性用户的话 第一个创新 其实就是对于 服装的自洽 以及它的得体 可能在很多正式场合 例如今天 我们会比较正式的 正装场合 但是其实在 其他环境当中 例如我们今天 有一个下午茶的时间 可能我们会选择 更舒适的服装体系 那么这件衣服的 得体性和它能够在功能里的 自洽性就很重要 例如说 它有没有可能 房屋的功能 例如我们在下午茶 这个咖啡 有没有可能 补撒在身上留印记 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 天气很热 或者很冷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 我只有一件衬衫的情况下 让我可以很舒适的 很自在地坐在这里去交流 其实在整个功能产品上 我们看起来 是在品牌 在做设计上的减法 但是在核心理念上 产品维系的话 其实一直以科技为基础 这里一个近期 比较大的创新点 就是我们会更多的 关注到市场上的面料 以及其他材质应用 和功能应用 例如说 不好意思 例如说 这一次的中国火箭 杰龙三 大概在12月初 进行了一次发射 那么整个发射场的话 它的所有的员工 和它的工作人员 测试人员 以及发射的 具体的技术人员 他们会在整个工作场合当中 有一些除静电 有一些关键应用的要求 所以我们给它 提供了整套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服装 和常规的发射服装之后 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 这样的一个 对产品理解到 还有一个真正的 功能产品的一个理解度 所以我想 对于我们品牌来说 真正第一个核心 就是你的产品要创新 而且是顺应时代的 第二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 其实是我们的品牌创新 品牌的话 一直以科技定义服装 所以大家会有看到 我们品牌 第一个维度 就是我们初上 在市场上的时候 会紧紧的占一个 比较小的赛道 而且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去做独立品牌的一个赛道 就是白T的行业 我们先把一个白T做透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 小的赛道行业 去让大家认知到 这个品牌 在做的一些产品 它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未来 我们还会在一些 关键营销角度当中 和用户沟通角度当中 去倡导一些 我们比较 关注的生活态度 例如极简化 然后更真诚的一个角度 所以在品牌角度的话 可能我们在定位上 也比较创新一点 最后一个 可能是大家 一直在关心的 我们内容营销的角度 这个简类带句 内容营销其实不算是 我们品牌最大的 这个创新点 我们最大的创新点 其实是在于 我们整个的产品结构 和我们的商业结构上 那我们的商业结构 其实在前段 大家看到我们有很多的 内容营销体系 包括在各个互联网上 尤其我们不知道 在座的各位 应该是老师和朋友们 有没有收到过 我们这样的一个 投放的内容 其实呢 它整个前端的流量 收割之后 我们在后端的话 有一个更长的内容服务 和会员服务 所以真正的商业模式 在前端和后端 我们换了一种 服装模式的闭环 不再是前端 一个渠道打一个点 所以可能我们是 多渠道形成一个 内部闭环 这样形成我们品牌 继续在这个 市场化前行的 一个关键点 大概是这些创新角度 谢谢 好 我们下面有请 应语周德黄总 谢谢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那我认为就是整个 就是每一个企业 想长足发展的话 那创新肯定是 必不可少的 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 我认为我们行业的 创新的方式 主要有三种 首先第一个 就是技术的一个 类型的创新 第二个就是 用户需求的一个创新 侧重在产品和运营方面 另外就是 结合技术和用户 需求两者的一个创新 在应语周的创新历程当中 我觉得也是符合 这个三个的一个发展类型 首先是在2015年 应语周是以直播起家 那大家都知道 叫应客直播 那其实也是第一种 在技术上的创新 那我们是靠的技术的 先人一步啊 然后先行了全民 移动直播的 这样的一个风潮 在当时呢 我们也是第一家 首先使用的这个 美颜技术 尝试以直播家的这个方式呢 和各个产业去结合 所以在上市 就是我们成立三年之后呢 就是2018年 我们就上市了 在与此同时 我们就开始做社交产品的 矩阵的一个布局 这就是一个第二种创新 是侧重于 挖掘社会和用户需求的 去突破这个创新点 那我们意识到呢 随着近几年 中国这个结婚率 是越来越低 然后社会面临老龄化 我们就是想用直播技术 来提高人们的 相亲和这个婚配的效率 来改善相亲信息的 这样的不对称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先够固化了 这个队员和超级喜欢 这样的类型的产品 也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 这个产品的一个 闭环的运营的模式 同时呢 我们还开拓了更多的 这个社交类的产品 比如特别说 最时代这个年轻人 喜欢的积木 还有我们的这个 露营的产品秘野 这都是聚焦于 这时代的这种 新趣社交啊 露营爱好者的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社交的需求 那在今年的这个六月份呢 我们又做了这个品牌 和战略的升级转型 我们从硬客 更名为硬宇宙 那其实这对于一个品牌 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变化 那为什么要做 这样的一个变化 其实就是到了第三种的 一个创新的阶段 也就是结合新兴的技术 和社会需求的 一个价值的创新 那我们在看来啊 就是有自身的思考 就是目前呢 这个游戏和社交的 两个赛道 其实是最好转型 为元宇宙的 那在此之前呢 这个英宇宙呢 是做了很多的 这样的社交的产品 也打架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我们有这个 相新的赛道 有直播的赛道 有这个社交的赛道 我们也同时 这几年我们也积累了 大量的这种技术 以及我们对用户运营的一些 很清晰化的一些理解 那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在这个社交赛道上 可以走得更远 那在转型的宇宙呢 我们是在硬件和这个软件方面 都是做了布局 面向国内外各种 垂类人群的这个需求呢 构建了更加完备的 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社交体系 比如我们在英克直播上面呢 我们就上线了这个 全景K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个 这个K哥的这个房间里面 能够和大家来一个 快乐的一个互动 那我们在还在这个 我们的相亲产品呢 我们就建立了叫 情侣星球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的很多的情侣呢 可以在我们的情侣星球上 去备注自己的空间 然后去把自己的 美好的时光给留存住 那在这个星球上面呢 也是他们一起来 共同的去发展 去社交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那同时我们还面向 欧美Z时代的 海外元宇宙的产品 ZF-S呢 也是广受这个 欧美这个Z时代的 青年的一个喜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是认为我们的 所有的社交产品 都可以升级为一个个 社交的一个小星球 那在整个我们 应宇宙构建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内 我们是无数 有无数个这个社交体系 在其中的话 大家可以在里面 有一个共同 共荣 共生的一个发展 那所以这就是 我们在结合 这个新的技术 和新的这个发展方向呢 进行了一个创新 同时在新的技术方面呢 我们也是在关注 这个产业上下游的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机会 那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是刚刚领投了 业内先进的 AIR公司 叫Dream Glass 那未来呢 我们将与其一起来 去共同构建 与云宇宙相关的 一些系统的开发 所以说在 云宇宙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觉得创新是 融入到我们的基因 和我们的整个的 灵魂当中呢 它是我们破局的关键 也是我们 助力我们去 找到新的一个增长点 好的 好 谢谢黄总 我是一个三体名 她的刚才讲的 让我一下就想到了 三体名 我要送给你一颗星星 很可能 云宇宙正在实现 是不是 我们期待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星星 能被我收获 那么我们把最后一个 关于创新的话题 要留给我们 元气森林 是因为我觉得 一个水 或者变酸 还是变甜 变苦 还是变质 这个怎么创新的 我们请陈总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那个我想说一下 就是元气森林 本身就是一家 以创新而驱动的公司 我们在公司内部 有一个口号叫做 是用好产品 去爱这个世界 我们创始人 唐宇森提出一句话 叫做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就是创新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产品 其实都是围绕 把产品做得更好 更符合用户的需求 为出发点去做的 所以我们的创新 其实主要是分为两个点 一个是基于 对于用户的洞察 用户的需求 是不是能够充分 满足用户的需求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 其次就是说 关于我们内部 做创新的时候 我们会足够的发散 给到足够的空间 让更多的年轻人 参与到当中来 像我们公司内部的 许多产品经理 其实都是这时代的人 他们都是90后 95后的小朋友 他们去提出一些 产品的创意方案之后 我们就会给他们 足够的一些时间和空间 但是在这个背后 我们其实也投入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我们的供应链上 像我们投了50亿 去做我们的工厂 然后包括我们的研发团队 有上百人的研发团队 这些都给我们的创新 提供了强大的基础 未来我们希望 原浅斯林能成为一家 能够解决用户问题的公司 这些都是基于我们 对于用户的关心 所以所有的创新 其实核心点就是 做好产品 好 陈总讲完了 我们听得不太过瘾 因为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想复制一个 像这么成功的一个饮料 讲到创新 像我这里 因为我们公司确实是在业内 有很多领先的地方 那么我们跟大家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一个农业的事情 那么我们也是 像很多我们在座的老板一样 我们去抓市场的痛点 那么市场痛点 实际上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侧 都有可能产生 那么我们在 关注农村的时候 我就发现 像我们在座的猪尾 我们很可能不能买到一个 确认是好的鸡或者鸡蛋 确认是好的 特别是从感性认知上 那么同样 对于山沟构里这些 生产成本挺高 用传统的方式生产 攒养这些鸡和鸡蛋的 这个生产者来说 他因为没有 很好的一个市场买家的结合 所以他无法过大产 他没有真正的 自力更生的完成脱贫 或者说完成一个小康制服 所以像我们就希望在未来 去构建一个全国性的 这么一个高端食材消费 两个痛点都能同时解决的 具有很强的社会效应 当然也希望未来 有很强的经济效应 构出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 曾经有人跟我说 说韩国你要做农业吗 我说归根解体 我做的还是营销和传播 这个鸡和鸡蛋 从它一旦进入 它的这个初始包装 从所有的外包装的设计 品牌 全国品牌的打造 一直到消费者 快递到他家里 都是由我们来辅助 做的还是传播 还是营销 也希望这也是我们 整个传播行业 未来也会去效仿 去找的一个突破点 因为我们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现在稍微超了一点 那么我们 这个我不知道主办方吴总 你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如果没有 我们就请再做嘉宾 为我们2023年 因为我们应该是 疫情后的 三年疫情后的 这个一个朝阳之年 看看我们留下一个 寄予好不好 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 这个顺序 我们仍旧以出场顺序 好吧 我们先请英语座的 黄秦总 谢谢 好的 我想在后疫情时代 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那我们经历着时代 带给我们的各种问题 也同样会在当前 混乱和不确定中 看到很多的机会 并去解决问题 汲取更大的力量前行 谢谢 好 我们请邱总 那在整个的 新的一个时代到来的话 我觉得祝福大家 和我们自己 都能够在时代的 脚步当中 一直定监前行 然后能够在 时代的市场当中 逗产到更有用 更有趣 更创新的产品 也有更创新的品台发声 谢谢 好的 谢谢 小牛电动的应总 话筒没有开 话筒没有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 刚刚大家讲了很多 我觉得2022年呢 我觉得是 有机会 有挑战 有失误 也有收获吧 我觉得2022年 是大家一起 在不断成长的一年 那么对于2023年的话呢 我们希望呢 怎么讲 我们能够抛出一些杂念吧 叫当下不杂 出心向前 大家一起满电出发 谢谢 好 我们请力胜体育的夫总 2023年 大家又可以重新回到体育场 重新回到赛场 去观看精彩的比赛了 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健身场所 开始继续强迫我们的体魄了 那么公司将会以IP引领数字驱动 做大做强中国的体育事业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元气森林的陈一星陈总 2023年 我首先是祝愿各位大家 包括我们的用户都身体健康 和元气森林一起 更多的关注健康内容的好产品 我们将会一起为用户打造更多更更优质的产品 就这样 好 我们最后有请伊利集团副总裁张一鹏张总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何迅 2023我想我们一起发挥好工匠精神 练好内功 补好所有的消费者 做好营养和健康的事业 让世界共享健康 祝大家幸福安康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各位能够出席今天的论坛 本来都是英雄 因为有百忙之中挤出时间的 也有像我们邱总这样 还没有养过刚刚开始的 这个身体不适 也努力参加了我们的论坛 这次呢 我也是在代表何迅来感谢大家 相信 2023各位作为行业的领头羊 一定是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也相信我们的人民 能够恢复到以往的活跃 也相信我们的国家继续强盛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